在进入带盖牌吐司的影片之前 要先跟大家说声 新年快乐 祝大家猪年行大运 在你们收看这支影片的同时 我正在回到台湾的旅途之中 也或许已经回到家里 开始两个月与家人朋友的假期 这支影片也将是在两个月假期结束之前 所发布的最后一支十部影片 我们等下一部影片会在2019年3月18日 礼拜四重新回归 所以接下来会有八个礼拜的时间 要占别每周在YouTube与大家的分享 去年因为新书发行 有机会跟很多热爱烘焙的朋友见面 今年就不打扰大家 不过如果有机会在台湾的街头相遇 不要害羞 记得跟我打声招呼 Enjoy your video 优优独播剧场——奥尔曼 今天我要为各位示范 是一份大概白吐司的做法 这份大概白吐司 它有一个标准的英文名称叫做 Poorman Loft Poorman MEAN包 Poorman是早期美国一家铁路运输公司 当时就是在这个车厢里面用窄小厨房 以这个带盖的这个吐司烤模来准备这个车厢里面的这个sandwich 能够成功准备这份面包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你的这个面团对应的份量 必须跟你这个烤模的容积率能够完全的配合 今天我为各位示范这份做法 就能够帮助你完美的制作出这份吐司配方 跟着我的say by step 你也可以轻松完成它 希望你会喜欢 这份食谱的完整配方 大家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 或是briancuisine.com的公网上面找到 我今天准备这个面团 是可以做成两份的带盖吐司烤模 重要的就是这个吐司烤模尺寸 必须非常精确来对应这个带盖吐司烤模 好 这个尺寸呢 它的这个长度是21公分 宽度是12公分 高度是11.5公分 以它容积率来讲 它每一份的容积是2100毫升 就是2100克 这是非常精确的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有两份 我们接下来准备这个粉类的材料 好 粉类材料的部分里面 今天全部使用是这个高筋面粉 那我们把高筋面粉放进搅拌坡 然后再来是奶粉 用的是全脂奶粉 然后砂糖 最后的是我们的素发酵母 粉类材料把它混拌均匀 粉类材料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这个液体 我们今天使用的液体就是单一的一种 它就只有常温水而已 那我们就把常温水一次性全部都加进面粉里面 然后利用这个木汤匙把它搅拌到成团均匀 无粉状态 好 我们的面粉大概都成团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让它静置20分钟 让它进行这个水盒作用 那我们就覆盖上保鲜膜或湿布巾 20分钟之后 我们的面筋快速生成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这个揉面的操作 经过了20分钟的水盒作用之后 我们正式进入揉面程序 所以我今天会采用这个立式搅拌机来操作 在揉面之前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盐加进来 一样放在这个所有面团的表面 尽可能均匀的撒 好 这个揉面的程序 今天大概会花10分钟左右的时间 好 装上勾形搅拌吧 整个全程我们会采四段素 然后揉面大概经过4分钟之后 把这个软化的室温奶油 在4分钟之后加进去 然后让它完全的把这个10分钟的程序走完 揉面进行了10分钟 现在要检查它的这个面团的状态 所以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搅拌波必须是一个干净的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面团 本身带有这个光泽感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这个薄膜测试 在手上沾一点水或者是这个植物油脂 防沾 从中间往外慢慢的拓展 如果它可以出现到薄膜的话 就是合格 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薄膜状况非常理想 而且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弹性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薄膜是完全成功 我们接下来进行这个揉面的程序 基本上这份面团并不太粘手 所以还蛮容易操作的 发酵波我们先放上一点橄榄油脂防沾 好 把刚才这个面团拿出来 基本上你只要抓取 它就可以很容易集中可以成团 表现成面团揉面是非常成功的 它并不粘手这才是对的 然后在手上把它整圆 整圆以后就是光滑面朝上 然后下面收口 然后放进我们的发酵波 我们的理想的发酵环境 是我们的大概湿度超过60% 温度大概介于24到28度之间 那我今天准备是这个小型的发酵箱 那现在是因为冬天 所以它气候比较干燥 我里面需要放一盆这个帽子水蒸气的这个热水 上面加盖这个盖子 这个第一阶段发酵时间会需要大概60到80分钟 那它的面团必须比你目前看到长大大概接近到两倍的这个大小 它才是合格的 那我们等它发酵回来之后再接续后面的操作 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发酵时间大概花了快两个小时 那它现在已经长大到两倍了 我们把它移出来 准备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排气操作 好 首先在我们这个工作台上撒上一些面粉防沙 一样双手撒一些手粉 然后把这个空气确实的都排出来 如果你觉得它有点黏的话 一样上面撒上一点点手粉 好 我们今天会做成两个吐司模 那每一个吐司模会有三等份的这个等重的面团 所以分割成六份 每一份面团重量大概是175克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面团的分割 好 那个六个面团呢都分割好之后 我们一样要重新再聚合我们这个每一份面团 那因为这些零散的面团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这个动作你可以利用擀面棍的辅助 用往前往后滚压的方式 让面团确实的结合 它这个动作也可以让里面有一些小气泡 可以彻底的排出来 好 一样就是向前 然后把它压进去 然后左右两边向中间折 然后上下左右两边中间 最后呢 捏合 然后反转过来以后 在工作台上面把它收圆 那我们就依序操作其他五份面团 好 我们这个六个面团都滚圆之后呢 我们需要让它在室温里面静置15分钟 让它松弛面筋 那这时候我们要盖上盖子 然后15分钟之后 我们再回来进行正式的这个整形 好 我们的这个面筋松弛了15分钟之后 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二阶段发酵前的这个面团整形 我今天会示范两种整形方法 第一种就是我们过去介绍过 英式吐司的这个螺旋方式 另外一个是今天新的方式 叫做U型的这个成形法 那我们先来操作这个螺旋方式 一样再次把我们的这个面团拍平排气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确实 不然你的这个发酵的第二阶段发酵会长得不平均 好 整这个大致的这个长方形形状出来之后 就是把两边先往中间折 然后折进来之后呢 跟煮面团把它压紧 另外一边一样折过来 然后压紧 你可以用拍平的方式把它压在一起 好 接下来用这个擀面棍的辅助 然后接下来比较重要是你要把这个宽度 整理跟你的烤模接近的这个宽度 这样你在最后成形的时候进去 它发酵的平均状况会越理想 所以我们现在再把它改稍微宽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宽度是不是 好 我们现在宽度是接近的 下来靠近你身体这边呢 就是后面这个两个脚往外稍微推开 然后滚卷的时候呢 从前面开始往内滚卷 然后你不要再去拉扯面团 因为拉扯面团它这个平行线会不见 最后成形也会不好看 比较重要就是你保持 就是一般施力的滚卷就可以 不用特别去扯它 好 最后呢 反过来 一样就是把两个面团把它捏合在一起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螺旋的成形法 我们就把依序两个面团 用同样方法来完成 好 三个这个螺旋的面团都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来做这个入模 入模的方式我们再跟各位复习一下 跟前面的英式吐司一模一样 就是你有压痕的这个 就是捏合的地方要朝下 然后这个方向是朝外 两边左右两边都朝外 就是三个的距离是很接近的 这是我们这个螺旋的这个呈现的方式 接下来我要为各位示范另外一个 就是U型法的这个成形方式 U型法的成形方式 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要把这个面团擀在比较大片一点 那我们这个宽度大概是在 十二 十三公分 所以我们擀出来最后这个片状的这个长度 会保持大概在二十公分左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这个宽度的状况 好 我们现在是接近了二十公分了 然后滚卷的时候呢 就是从前面往你身体这个方向滚卷 然后保持这个力量的平均 所以我先把它前面先稍微压出来一个痕迹 然后滚卷一样保持这个松的状况 不要再去拉扯面团 滚到最后一样会有个接合线 所以就是把它捏合在一起 好 我们面团捏合之后 它目前的长度应该会比前面再稍微短一点 所以我需要再把它推开 让它长度增长 所以就从中间湿力往外方式 把它慢慢的把这个长度把它延伸 那你就是从中间轻轻的往外推 那尽可能让它整个的厚度是平均的 好 我们看一下它目前的这个长度 好 目前长度已经超过二十公分了 那没有问题 我们就把每一个这个面团都整理成一样的这个长度 好 现在我们来确定一下 这三个面团是不是几乎是一样的长度 好 我们今天长度蛮平均 所以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要教大家比较重要的这个U型的这个入膜方式 好 入膜方式的话 一样我们有三个面团 所以我们的左右两边先进去 然后让它的这个马蹄铁的这个缺口朝同一个方向 然后我们就先把它做成这个U字形以后放进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U型的这个入膜法 那这两个面团都完成之后呢 一样我们要放进一个理想的这个发酵环境 所以我同样再用一次这个整理箱 然后今天天气比较干 所以我里面还是得放一盆这个冒着水蒸汽的这个热水 放一个这个湿度剂来帮助我确认 所以我湿度要到达60%以上 环境温度就24到28度之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第二阶段的这个发酵时间大概会需要60到80分钟 然后到我们接近80%的这个满膜 就是80%左右的状况 那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盖上盖子放进烤箱 我们第二阶段的这个发酵时间大概花了70几分钟 那目前已经到达大概八九分满 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状况 目前这个已经是在八九分满 那就不要让它过度长大 因为这样你盖子盖上的时候会破坏那个气泡 你现在看一下它目前的状况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目前的温度是28度 所以理想的中温大概28到32度之间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把它盖上这个盖子 所以我们这个盖上盖子以后 我们的烤箱需要提前预热到摄氏210度 华氏410度 整个全程烘焙的时间会花32分钟 那放进烤箱的中层 两个卡模之间留下一个空隙 让它的这个热度会比较均匀 我们出炉之后呢 需要马上先开烤膜 所以cross a finger I wish today is a seat 我们希望今天是满膜的状况 那我们先来开第一个 哇哦 第二个 赞 所以我们马上震一下 让它的这个热气排出来 同样的放在这个网架上的时候 请用测躺的方式 这个测躺很重要是 我们不要让出炉的这个面团 还没有完全定型的时候去挤压到 那同样大概要放至少一个小时的 它完全冷却之后 我们才可以来做这个切瓶 希望你会喜欢 今晚示范这份大概白吐司的做法 这份吐司最大的特色 就是来自于它完美的四个边角 如果要正确住它的外形 最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到 这个烤膜的容积率 所对应的使用面团 在我的官网上 有教大家如何正确的去计算它 如果你喜欢今晚做示范 所以别忘了订我的频道 Injoy